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孟小瑟以為那個男生還會繼續糾纏他 但是他猜錯了 從那次之後 那個男生再沒有跟蹤過孟小瑟 後來孟小瑟偶爾見過他幾次 那個男生還是穿了一件紅色白甘條的運動服 但是離他很遠 就避開了他 沒錯 那個男生就是徐二哥 大學三年很快再過去 得了孟小瑟回到西安 在一家港澳公司做平面模特兒 他在感情上又經歷了很多風風雨雨 一早就把大學期間的徐平 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但是想不到 那個徐平 一路一路都心愛著他 畢業之後 徐平去了南京某間電台做事 他用了五年的時間 做了很多次的整容手術 把自己變成了一個英俊 那時候他很散弱 畢業之後 他每天去健身踩單車 最終變得很大隻 他還特地改了個名字 徹徹底底做到了 脫胎換骨 孟小瑟在微博上有很多個粉絲 徐二哥 就是其中的一個 他收藏了所有刊登孟小瑟 那些美照的雜誌和網頁 通過微博他知道 孟小瑟要來穿越羅布博 於是 他聯繫我 一齊來了 沒錯 他要以一種全身的面貌 出現在孟小瑟面前 他要用愛 來征服孟小瑟 如果 通過這一次旅行 孟小瑟第二次拒絕他的說話 他可能真的不想再做人 他打算和孟小瑟 抱著一起死 進入羅布博之後 徐二哥原先不打算告訴孟小瑟聽 自己就是那個曾經追過他的徐平 但是想不到 由於一路上他對孟小瑟的百般照顧 而由於百恩恩的反襯 孟小瑟對他越來越有好感 就在大家都不信任徐二哥的時候 孟小瑟主動提出要和他睡一頂帳篷 昨晚兩個人聊到深夜 徐二哥非常激動 他對孟小瑟說出了整件事的真相 他可能怎樣也想不到 孟小瑟對於這件事的反應 是憤怒 非常地憤怒 當場和他反了面 說得很對 孟小瑟是有可能愛上徐二哥 但是 他真的不能容忍徐二哥 就是之前的徐平 於是孟小瑟回家放車 孟小瑟的故事說完 我說 你擔保 他不會殺你 孟小瑟很看不起地說 他試一下 我說 未必 當然 我不是說徐二哥是一個壞人 但是 一個男人 一旦陷入了愛情當中不能自拔的說話 他真的什麼事做得出來 孟小瑟說 那你叫他不要坐我的輛車 將他趕下車 那豈不是更加刺激到他 你不可以做得太激烈 你要像打太極拳一樣 一路離開羅布博 那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走出去 你要我每天跟他在同一輛車裡 那倒是 那 好愛回來了 我叫好愛也坐上你的車 那又不一樣 等等孟小瑟 你現在 有沒有男朋友 孟小瑟睿大眼睛看著我 不是吧 你又想向我表白嗎 說笑嗎 你也不是我喜歡的那個 為什麼 你也變了徐萍 孟小瑟直到咳咳聲 我在房車走出來 把大家聚在一起 跟大家說了那個小孩失蹤的事情 四眼又在狂吠起來 好愛很大聲地喝停了他 四眼躲到很遠的地方 繼續去爬一個坑 靠到四周都是陣 但是你有你說我 有我說 說了各種個人的猜想 隨意高低頭 坐在沙子上 他拿了一個小石 在畫些什麼 寶寶說 其實那個小孩 究竟是不是人 我說 寶寶 我還以為你是無神論者 我是無神論者 但是他 他太奇怪了 我猜 如果他不是被人遺棄 那他的家 就是在這裡 那他吃什麼 應該不是吃人 如果不是 我們這支團隊 就不可能這麼完整 我懷疑 他一直在裝作 其實他移動的速度很快 有一晚 我看到有一雙很小很小的腳 就在我帳門外面一閃而過 我追了出去 就見不到他 我還懷疑 昨天 白欣欣和張惠 看到的那樣東西 是他的同類 或者 是他的爸爸媽媽 白欣欣說 喂 那是這樣的說話 你當時就不要帶他回來 去我們的營地 去我們的營地 我看了他一眼 說 你以為 我不帶他回來 他就找不到我們嗎 他出現的地方 離我們的營地不到一公里 你覺得整件事是巧合嗎 白欣欣很兇氣 他繼續說 那就是說 他是來找我們 那你發現他之後 為什麼不做低他 他是一個小孩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危險 我怎麼做低他 周老大 你不敢 就是吧 孟小帥都說 是啊 周老大 你是不是 不應該帶他回來 張執兒說 你們敢說 好啊 如果他再出現的話 你們兩個 負責殺了個小孩 我看看你們兩個敢不敢 孟小帥說 喂 張執兒 你什麼意思啊 是不是我哪裏得罪你 整程 你對著我都單單打打的 張執兒說 這麼多帥哥控著你 你還看見我的嗎 我害他兩個 你們兩個別吵了 然後 我跟白欣欣和孟小帥說話 或者你們說得對 當時 我就不應該帶他回來 寶寶問說 如果他再回來 怎麼辦啊 我說 現在我們不應該避他 我們 應該找他 為什麼 我們之所以出不回去 或者是因為 他在挽留著我們 白欣欣說 喂喂喂 現在我們明知道他有問題 還要去找他 你真是作家來的 你想事我不明白的 我說 白欣欣 因為這樣 你有你走 我有我走 好嗎 好啊 我想分道楊彪很久了 現場的氣氛 僵持住 我說 你們誰跟我走 張執兒舉手 魏祖舉手 徐爾哥舉手 張回舉手 號外舉手 步步舉手 衣舞猶疑了一下 也都舉了手 孟小帥 蒙了蒙白 抱歉 孟小帥 蒙著白欣的手 也都舉起來 他說 好耶好耶 除了拍馬 我們傳票通過 白欣欣很樂氣地 放開了孟小帥 他不出聲 靜了一陣子 步步小聲地問 我們現在 要去哪裏 找那個小孩 我說 那個小孩之前說過 他家裡 住在一個叫死月的地方 死月啊 我們現在連東南西北都分不了 怎麼去找死月啊 各位 你們誰認識人體的月位 張執兒舉手 我認識一點 我認識一點 我問說 如果我們把羅布博當成一個人的話 那他的死月在哪裏 那他的死月在哪裏 張執兒還沒出聲 地下突然之間 傳來了凌凌凌凌凌的巨響 簡直就好像有千冠萬馬在附近經過 就在我們 一棵木洞的時候 每一個人 都被瞬間移毀 怎麼了 天塔 還是地塌 就在一瞬間 整個羅布博地洞山搖 來自地下那個很恐怖的聲音 越來越大 就好像有一隻很巨大的怪物 慢慢地想衝破地面出來 就是這樣 接著是幾聲女仔的尖叫 地震 地震 一定是地震 我大聲地和大家叫 喂 趴下呀 趴下呀 全部趴下呀 接著我馬上被扯了出去 我撞到房子裡 另一頭一看 張執兒 亦都放了過來 他整個人躺在車身上 他眼裡全部都是恐懼 我想摸著他 但我手不夠長 我大聲咬 喂 離開那裡 張執兒問回我說 為什麼 我 我動不了 因為房車 在地震中如果翻側的話 我們就會 紮成齒餅 我說不到這麼清楚 我只是叫 車會反 張執兒明了 開始向車頭的方向爬 她想捉住那條保險鋼 傻妹 如果房車在地震中 向前翻滾的話 她一樣會被硬死 我來不及說這麼多話 我一撥一撥 站起來 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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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向她身後面 我摸著她的手 把她在空地上拖著向前走 但她們還在震著 不斷地震恨 我整個人就捕在她身上 我抱緊她 我抱緊她 我不敢動 這樣兩個人 才沒那麼容易被拋來拋去 但誰都猜不到的是 一股很大的力量 逐一次把我們兩個伏開 慘眼之間 她就已經伏在幾米遠的地方了 然後 凌凌的聲 在我和張執兒之間的荒幕 竟然裂開了一條縫隙 而且 越來越大 就在這個那麼緊張的時候 我的腦海裡突然閃過我之前寫過的一篇微博 我寫說 如果 我和你 兜口兜面地站在那裡 地球 突然之間 從我們兩個之間裂成兩半 會發生什麼事? 就好像現在這樣 我和張執兒中間的裂縫 就好像一張 在那裡不斷抹大的嘴一樣 現在已經有一米多那麼闊的了 我這邊 有幾個人 她那邊 也有幾個人 我只是看清楚 他們當中是有衣帽 衣帽竟然會伏低 她打斜地坐在那裡 兩隻手出行力地振住地下 透過煙塵 張執兒 看著我 這個時候 她還不斷在那裡罵我 她說 周德東 你這個壞人 是不是到生關死劫的時候 你就不要我 你壞人 我當時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我再一次爬起來 我一蹲一蹲地 向前坐跑幾步 我重新向前一跳 我竟然跳過了那條很大的溝 然後 撲在她面前 我說 沒事的 沒事的 一會兒 就沒事了 她緊緊地抱著我 荒幕 就好像是一隻瘋了的公牛 一次次拼著她的巨大的身軀 我和張執兒 出行力地振住對方 再也沒有分開過 在那時候我就知道 世界沒入來臨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親人 愛人不在旁邊 我們更加需要的 是抓住身邊那個人 不知過了多久多久 羅布泊 終於不再震了 地下的空鳴聲 都很快就沒有了 荒幕上 只是留下了那條很深 很闊的大溝 我看了四周圍 帳篷歪靈歪靜 所有的車都移了 沙土上面 是好深的滑痕 我拍了一下張執兒的頭 我笑要跟她說 沒事了 現在我們的地球 沒有分成兩半 我跳過來了 張執兒沒有鬆開我 她哭得更加厲害 這一日 是2013年的4月27日 東京 90度 18分 30秒 北軌 40度 25分 30秒 當時發生了至少八級的地震 你很有可能 不知道這個訊息 就好像我們現在 不知道外面的訊息一樣 所有人慢慢爬起來 大家的頭啊 臉啊 全部都是塵 大家都驚慌失措 大家都很用力地在議論著 我說 剛剛 剛才 地震 地震 孟小瑟說 這裏是什麽鬼地方來的 好可怕 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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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後 會不會還有餘震 我說 我不知道 又不是地震局 寶寶說 我們這班人 太過麻木了 你看看 四眼一早就知道 就知道了 我說 這樣 我們說回那個死穴 我看了張緝兒 我差點笑出來 張緝兒原先就有一張好可愛的baby face 現在黏滿了塵土 被她的眼淚一沖 更像一個骯髒骯髒的小孩子 她自己不知道 我忍著笑 我問她說 說回 人體的死穴 在哪裏 張緝兒很認真地說 很多 有三十六個 遍佈了全身的每一個地方 不過 他們就不是好像 武俠小樹裏 講到這麽厲害的 是要用很大很大的力 去打她才有用的 我記得那時候 有首歌仔是這樣唱的 她說 百匯島在地 美缺不還香 張緩被擊中 十人九人亡 太陽和雅門 必然見炎黃 斷隻毛折骨 失下急身亡 一邊說 她一邊摸著頭殼頂 這裏就是百匯穴 然後她竟然笑奇奇 很大力地打了頭殼一下 再問她 怎樣 你有沒有躺下 一邊說 她一邊打了下去 一邊打 她一邊說 你看看 你看看 你好地地 你好地地 一邊打開她 喂 別玩了 寶寶說 就算 這些月位 我們知道在哪裏 沒有用的 我們 又沒有座標 找不到的 我說 你 你讓我再想一下吧 好愛舉高隻手 他跟我說 周老大 我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說你說 好愛說 那個小孩說 他住在死月 我覺得應該是 古墓 我的心頭突然震 死月 死月說的很可能就是古墓 寶寶也震了頭 他說 嗯 你說得對 有道理 我馬上說 好愛 你做了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這個小孩 可以在這片迷雲地當中 來去治愈 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就是他家 但是戈壁灘上一馬平穿 夏天又熱到什麼風沙又大 當地的居民 都住在那些叫土窩子的地方 那這個小孩 住得在哪裡 羅布博當中有古墓 很有可能 就被他佔領了 寶寶問說 我們怎麼辦 我說繼續向前走 看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避開瓷場 也看看可不可以遇到什麼標誌性的建築物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 要找到古墓 有所謂的 最重要的 沒有 還有 不可以遇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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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